所一定的大家對這個職位上的一個要求 所以那他如果佛這個職位要求 他事實上是權力最大 他想怎麼樣都可以 所以以這個來取自在 那當然佛陀不是這樣 不是從世俗面 是從他對這個法已經完全的自在了 自覺覺他覺醒圓滿 所以自在無愛 這樣一個程度叫做亡 法亡 那赤補佛呢 就是講這裡 赤補佛 他就說彼徒 就是阿彌陀佛之後 事先裂盤之後 赤當觀音補位 其次就是 觀世音菩薩就會補佛的位置 那觀世音如果在事先裂盤之後呢 赤乃 世智 大師菩薩繼續不畏 這樣 猶如储君佔居東宮 像太子 他以後要升上來當國王 皇帝 這個是儲備的一個國軍嘛 那他暫時就居住在東宮 東宮 一般講就是太陽起來那一邊嘛 所以等於 立於被來結尾了 然後臂南面 我們中國之谷都是 皇帝是坐北朝南的 所以南面就是代表他當國王 他當皇帝 所以後臂南面 哨就是接續做這個王位 接下來 與就是共 與其同倫嘛 所以與就是共 大家一起 倫就是類 這一類 同一類的 同一類 他要這樣的描述 聲氣相應 名為同類 就聲音 聲音 很接近 所以可以 很和諧可以互相 就是說一聽就知道 這跟我同類的 或者說這個氣味 有沒有 氣味 我們人 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但有些 動物 它對氣味是 靠氣味來分辨的 這就我的同類 所以 用聲 或用氣味 來相應 名為同類 是 所以這裡 抄就解釋這一小段 說 與 以下 這一個叫做 與同倫 再解釋 與同倫 他引用的就是 周易 易經 易經 有講 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 有這麼兩句話 故曰 聲氣相應 所以他把這兩句濃縮 聲 跟氣 聲氣相應 原來他是引用這一個的 我們待會兒會說明 另外他還有引用 華元經 有所謂八十四銅 如果只看這個我們是看不太懂 他在講什麼 待會兒再解釋 他說八十四銅 總共有八十四下 始從就開始就是從念同 會也同 去也同 絕也同 所以這四個 這算四個 中就最後就是到不虛跟處理 所以第八十三八十四 同 總共有四十八八十四嘛 所以這裡舉了前面舉四個 後面舉兩個 所以這是中字 所以中間省略 故名同類 我們待會兒再來看 他引華元經這個什麼意思 在想講什麼 這個寫如七十三 就是華元經 八十 呃 第七十三 卷 應該是第七十三卷 如果是八十華元的話 八十華元 八十卷吧 大概第七十三卷 這個意思 他說知不凡路 因為這個內容很多 他就不在這裡列 意思就是說 你想知道 他就自己去看 這樣 總之 從這裡來引申說 講解說 道不同 不相為謀 對不對 我們常這麼講 如果大家 目標 想法都不一樣 那就不要在一起 在一起根本 分分離析啊 你無法做什麼事啊 看法不一樣 那相反的 如果同心 他心裡的這個想法是一樣 那時候講出來的話的話 就大家互相很愛惜對方 都很讚嘆對方是 好朋友 是自己的話 那你講出來的話 其秀如然 這個應該 不能念做臭啊 這個是秀 秀是氣味 就味道啦 等於照理是中性 但有時候會指香味 其秀如蘭 像蘭花這樣的一個 很清香 這樣的一個感覺 顧云與同倫 就與其同倫啊 所以等於大家都是 同樣修這個法門 那有同樣的見解 同樣的一個追求 好 那我們現在就分別來看 這個義金跟法眼 他引的這一段是什麼意思 看補充資料 他引的這個義金 就是在錢掛 你知道義金有六十四掛嗎 那第一個就是錢掛 那錢掛 每一掛都有六個窯啊 那這裡因為是錢 所以是九 九跟六 六是陰嘛 九是陽 所以錢掛是六個窯都是陽的 對不對都是 所以它是第五窯 由下往上算的話 第五窯 那這個窯就是 呃 算是可以展現 可以努力表現的那個好位置 如果你是在下面 比如說第二窯 那個飛龍再點 還不適合 你要呈前一點比較好 對 那最好到 到第五就是表示 可以好好表現的地方 那它每一個掛 在解釋這些掛詞啊 呃 都會有什麼向詞 湯詞啊 等於是解 解媒養 但是 只有在前面 這個錢掛跟 崑掛 前面兩個 特別在解釋完之後 後面還有一個所謂文言 這一段 其他掛都沒有 只有錢掛 崑掛有 所以這一段就從文言 裡面 那一般現在都講是 孔子寫的 但有人覺得 欸 就是有不同看法啦 不過基本上 我們傳統都認為 這是孔子寫文言這樣 來做這個說明 所以這裡就有一段 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 水流失 火就造 雲從龍 風從府 聖人做萬物度 本乎天則親上 本乎地則親下 則各從其類也 你看它很多種比喻嘛 所以同聲 同樣的聲音 那就會互相感應 就是會互相回應 因為是同類嘛 那同樣的氣味 你會選擇這些氣味 就找你的同類的同伴 水也是會往低處 濕蛙的地方去流嘛 那火會就乾燥的地方去燒 它都會相應 雲從龍 龍灰的地方就有雲騰過去 因為一般講龍就是水 水生生物這樣往上走的嘛 所以會 龍騰之後就會有雲跟著出來 那 虎從風 風從虎 表面上看起來是 虎跑得很快就有風 不過如果就成語的發展 它比較像是虎笑會生風 就是如果虎這樣大喊一聲 就風風吹出來 聖人做萬怒毒 如果聖人起來 就是有聖人出現的時候 萬怒就是所有的百姓都看得到 清楚都看到 所以等於有感應 互相有感應 本乎天者清喪 如果他比較像是 這兩個沒有那麼明確要怎麼解釋 但是有的是解釋說 你如果是 往天空發展了 你就抬頭會往上看嘛 就有些生物 比如鳥啊 往上飛啊 然後 本乎地者清下 如果是 比如說植物是從地上長出來 所以你根是往下 往下扎根這樣 這個沒有那麼一定 就很多種解釋方法 總之就是 各從其類 每個都順著他 跟他相應的那部分 來發展 易經另外細詞 也有提到類似的 兩人同心其力端金 這也是我們常聽到的 那同心之言其秀如蘭 孔明達對這一段就有解釋 他的書就想說 為二人同其其心 土發言語 則 因雲 秀氣 香腹如蘭 等於都是 形容這個 這個味道很 很香啦 很特殊的一個香味 這樣 後 因以蘭味或蘭秀 來比喻 意氣相投 情投意合 這個意思 所以 地段他就是引用的是 易經的一個說明 好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 他引用華顏經 八十四桶 這一則 這一則 這一則看起來就是 三采通池五十三餐裡面的 第三十八餐 第三十八餐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講過 第一餐就是那個 得飲比丘 對不對 還有第五 第五餐是那個 解透長者 所以這個講 那這個是第三十八餐 所以如果照 如果搭配街位 像陳冠大師 他們 搭配街位來解釋 等於說從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到十地 所以第三十八已經知道是 第八地了 他就搭配說 第八地的菩薩 就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那他 這個主角 三采通子去參訪的大之士 三之士 叫做 大願精進力 救護一切眾生 一個主夜神 一個主夜神 這樣一種神明 他去參訪這位大之士 那這善之士 他教的是什麼法門呢 叫做 教化眾生 令生善根 解透門 他教的是這個門 那一開頭 他去參賽通子 去拜訪他的時候 爾時 三采通子 王 王 就是去到 這個夜神的所 所在地 的那個地方 建筆夜神 建筆夜神 在大宗中 坐 特殊的一個 這個現象 這個境界 給來參加 就是來的人 等於 三采通子就在旁邊 所以他也看到這一景象 看完這一景象之後 心裡就起各種這個境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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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去办法一个三知识 听很久还听不懂他讲什么 所以这个表示 三人同学到这个时候已经境界很强了 好那什么样的境界 他所谓同念跟其他的菩萨 在常的菩萨以及夜神 他参与好这三知识都一样 都同样的念 什么念呢 心常意念十方三世一切佛 有这样同样有这种念 那中间还有很多个 我们不一一介绍 大体上稍微看一下 有很多个同会分别绝了 会就是分别判断 能够分别绝了一切法的 法海 法像海一样那么多 法的一个差别门 同样去 他的去是指能转法 他就是武功的败 他的同样品材 硬刺一来下 然后那种从后出来 最后端端议都同时 有其他人以上 华一切法 已经讃练 他们业务的衷 就不及其三世间等等 所以底下 那个圈游 周早就把他胜月了 只要 只要这里要呈现给他看说 他的同会 大概是这个状况 最後這兩個,就是不虛,他以後同樣的不虛,如果眾生能夠見聞意念,皆悉另其調伏故,等於如果有眾生也看到這些境界的話,他的心就能夠被調伏,就不虛此行,一定可以調伏他的心的一個煩惱,不虛, 我們上次,王生論述也不是有講說,不虛做柱子嗎,大概是這個意思很像,不虛,那同樣跟其他菩薩都能夠大方中出力的這個狀況,滿足一切諸大願海,成就如來實力之,所以等於,他用這麼複雜來講解說,大四職菩薩與其同倫, 與其同倫,所以這叫同倫,就是這種自棄,自同道合啦,氣味都相投的,這樣的一個,所以這個還不是世間法,是說初世間法的,在佛法上有這樣的一個,在見解上,修持上,都很契合的一個同伴, 好,那接下來這一小段,書就是講五十二則素也,這數目字嘛,五十二,表示至念佛這一門,這個念佛這一個法門,能設信等五十二位,諸法行故,信等,就是實信實助,實行實惠相,等等有五十二位, 主法的一個形詞,所以這五以下就是第四,講五十二位,那他就用這個幾個結位來描述,首先,信佛是心,信心做佛,即色實信法門,法心, 等於實信,等於實信這個結位,就是要起這個信心嘛,所以我們修這個法門,修這個念佛法門,一開頭叫信什麼,信佛,就是我們的心啊,對不對,我們人人都有佛信嘛,我們念阿彌陀佛也是念我們這個,這個內在這個信心,要把它開顯出來, 所以我們先相信,要相信我們有這個潛力,絕對以後可以成佛,我們心本來就有佛信在裡面,所以信這樣,然後你就進一步就會說,那我真的要把它開顯出來,信,我這個心啊,真的,努力之後一定可以做佛,一定可以成佛 所以,建立這樣的信心,所以,通常我們講信義就是,要對我們修行的最終目標,你要很深深的相信,這是正確的,你也有這個願望,想一定要達成它 那你如果第一個目標,就把它弄得很正確,而且堅信不移,那你後面的修行就可以安補久般來,所以一開頭,就是信佛,就是我們的心,那信,我們心是有能力來最後,做佛成佛的,這就是實信,這樣就相當於實信所要修的一個,心啊,的心門 其次呢,其次呢,住在三昧,觀佛實相,其設實住,發行 實住,實住比較強調這個,等於是修真空觀,等於是你修定,也住在三昧,住在這個定中,那在定的境界裡面來,觀佛的實相,實相就是無相無不相 整個都可以觀然,整個都可以觀然尋出,這就住在這個佛的這個,跟他同樣的心啊,這樣的一個能觀的境界 那其次呢,其次呢,就起行,實行,行念佛行,度念佛人,我們除了自己修這個正住雙修,執迷念佛,還有子二行善這些,自己的念佛行,也度其他人,來這個,修念佛法能,這就是實行,就相當於實行的法 那,有了這個,就是說,有這些,度人的功德,之後呢,就可以回念佛行,向佛行住,你回向,講回向就是,回至向他,回應向國,回事向禮嘛,所以,這樣的,最後都是回格啦,大家要,終究,就是要往生西方,要成佛,這就是實行,法行 接下來呢,心地觀佛,地如佛地,從這個角度,就像在,跟這個,就設實地的這個,法行 實地的,這個,修行的,程度,就是,心地觀佛,地如佛地 那,後面,一佛念佛,去佛不遠,這裡他,特別用,去佛不遠,來設,等絕,法行 等絕就是,妙節之前,那一個位置,很接近了嘛,所以,去佛不遠,從,從字面上這樣來,解讀,他用這樣來,連結 那最後,心想佛時,是心極佛,這當然要功夫修到最究竟的時候,心想佛的時候,你心也完全開展出來,極是佛了,那極是佛了,那極是佛當然就是妙節了,妙節的法律 就是,超凡入聖,唯有念佛唯妙矣,念佛是最妙的法律 就是說,這樣一個念佛三昧,你看,就可以涵蓋了五十二位的菩薩的修行法律 他想要描述這個,同樣,就是只有念佛三昧,就可以貫通整個五十二,所以用這樣來解釋五十二,這個數字 我們先看一下補充資料,剛才是很簡略的提過,從補充資料裡面可以看到說,他解釋這個實性 實性就是要獨性 實性就是獨性宗道圓妙之禮,常住平等,是性作佛,是性是佛 這次又用,回到標準的這個,光涼壽經,用的這兩種,要是是佛才會是是佛 那當然你也反過來解釋也可以說,你相信自己有佛系,所以你就會願意去做佛 所以這兩個可以,就是順序相反來解釋都可以通,對不對 所以一次就定到最終目標,就是要成佛 那實住呢,就是你前面這個信心已經建立起來了,能住在佛地之後呢,心安住於真諦之禮 所以這個時候是修空觀,斷見識或,這個階段是斷見識 那實性呢,就是 那實性呢,就是